截至4月14日小编发稿时 美国确诊新冠病例已经突破了60万 死亡人数25000余人 似乎美国即将迎来新冠感染的拐点 而就在前两日 手机操作系统全球占有率分别为70.38% 和28.32%的安卓和iOS公司 科技巨头谷歌与苹果 在人类攻坚战面前 破天荒地放下执念 携手发布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声明 两家公司将共同研究开发一款手机系统软件 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联系人跟踪工具 使用蓝牙技术将人们的智能手机变成联系人追踪器 该工具将帮助人们确定他们是否接触过COVID-19的人 并且可以对新感染的人 以及他们最近与之接触过的所有人进行分类 这样一来 相关机构就可以绘制出该病毒的传播图 从而有效地减缓该病毒的传播 该系统最早将于5月发布 正如比尔盖茨预测的那样 一旦我们完成了最初6到10周的锁定 我们如何大规模的阻止爆发再次发生 开放经济的另一项必要措施 使实施强大的跟踪系统 以及病毒感染测试的普及 早在3月11日 白宫就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 与美国科技界公司代表召开了一次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头脑风暴会议 白宫将寻求Google、Facebook、Amazon、Microsoft、Apple、IBM、Sysco和Twitter的帮助 而美国各大科技公司都已行动起来 从删除疫情谣言 提供免费乘车及送餐服务 到跨界生产口罩和呼吸机 再到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合作研发医疗机器人等 此次苹果与Google的联手合作 不仅会对疫情控制工作 提供最先进的科技技术支持 而且可能带来一场新的科技技术革命 那么这项联系人追踪是如何运行的呢 假设两个人在一段时间内近距离接触 例如说10分钟 那么他们的电话将会自动交换匿名标识符 此标识符每15分钟更改一次 如果之后其中一人被确诊处患有COVID-19 并通过集成了API的公共健康应用程序输入的系统 在征得同意后 被确认感染的用户 可以将其过去14天的匿名标识符交换信息传输到系统中 之前14天内与被确认感染的用户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用户 手机上也同样会有一个公共卫生应用程序 此系统将会提醒用户需要进行 感染测试 并且此用户系统会有很明确的提示 指导用户如何进行测试 如何及时获得测试结果 以及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等其他信息 而此项应用技术的研发 引起了大家关于个人隐私曝光的担心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出质疑 任何使用手机跟踪系统来跟踪COVID-19的传播 都需要进行有效的隐私保护 而苹果和谷歌表示 在这种应用程序开发工作中 用户隐私信息安全度至关重要 并表示他们致力于提供一种 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个人信息的系统 此项系统不会定位用户实施位置 包括确诊的用户 此系统并非意在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人群的位置 而是在于提醒他们周边 是否有感染人群 以及此前是否有与感染人群近距离接触过 从而可以进行及时的测试隔离及治疗 并且此系统为跨平台运用 无论你是否使用安卓还是苹果的手机操作系统 都可以互相交换匿名标识符 将获取潜在的感染提醒 苹果和谷歌在声明中称 苹果和谷歌的所有人都相信 再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刻 他们正在共同全力以赴 解决全球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他们将公开发布他们所做的工作和信息 以供他人分析 以使该项目的隐私和安全方面 具有最大的扣拟度